2019年,国外社交网站推特上出现了一个自称来自2058年的未来人 他先后预言中了东京奥运会日本金牌术股市大量的时间 还说中了安倍辞职和接任的日本首相 这一切都一一应验 因此,他也被称为是所有未来人里面预言命中率最高的一个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日本2058未来人国分流 2019年12月,推特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名叫国分林的日本网友 他的账号简介用日语写着 我来自2058年,谢谢 随后发布了几条关于2020年以及2021年的预言 但这些预言淹没在网络世界里并没有得到关注 三个月后,全球股市因为口罩问题大跳水 无数股民大半辈子的心血都套在了里面 这时候网友猛然发现 原来早在这个国分林贱号时就预言了这次股灾 原铁是2020年3月股市即将大跳水 相信我的人才能得救 他提前三个月说中了股市的情况 此时国分林开始被少数人关注到 人们发现他还有这样一条预言 说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 日本国家代表队会拿到27枚金牌 这个预测其实很大胆 因为在这之前 日本历史上表现最好的时候 也就只获得了16块金牌 所以就算东京奥运会是日本的主场 也很少有人敢预测日本能得到27块金牌这么多 但是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 2021年在推11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上 日本国家代表队突破了历史 不多不少 就是拿到了整整27块金牌 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 国分林开始被日本网友大范围关注到 大家搜索网上的金牌预测 发现居然还有这么一号神人 早在2019年12月15号就准确预言了这件事 更让人毛虎所然的是 国分林还曾经发帖明确预言 东京奥运会将在2021年7月23日举办 谁也没料到四年一届的奥运会会推迟一年举办 实际上也分毫不差的应言 不仅如此 2019年国分林还发帖预言 安倍将会在2020年8月辞职 不再担任日本首相职位 而接替首相位置的 将会是当时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 结果2020年8月28日 安倍晋三对外宣布 自己因为长期患病的原因将辞去首相移职 而下一任日本首相果然就是菅义伟 他在9月2号正式接替了安倍的职务 这么一个涉及到国家最高领导人又随机性很强的时间 国分林竟然也精准预言成功了 于是很快 国分林就引起了不少日本网友的好奇 大家在他的账号底下留言 问他一些关于未来的问题 而且这里面有不少问题现在也已经阴言了 比如有网友问他 有哪些食物是我们以后不等再吃的呢 国分林回答说 有的 包括葛、扇贝、牡丽 在2058年 我们将很难获得无毒的贝类 所以这些食物就成为了超优质的食材 联想到去年的日本核污水排海 未来这些食物如果真不能吃了 那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还有日本网友问 未来便利店行业会怎么样的 国分林回答说 未来便利店的样子没什么大变化 但是大多数便利店都是没有电源的 人们可以通过智能手机网上订购货物 并且有人送货上门 这在未来非常受欢迎 这不就是无人商店、网购和外卖吗 见于这是2021年的日本人提出的问题 站在他们的角度 国分林这也算是预言成功了 随着国分林预言的一一实现 他在网上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有一大批人给他留言提出各种问题 而国分林的回答仔细琢磨一下 也确实很有道理 有网友问 当你来到这个时代的时候 什么事情也让你感到惊讶呢 国分林说 日本教科书上的历史解释和实际场景有很大出入 这让他很意外 想想小日篡改教科书也很多年了 未来如果真的有时间挤起 受蒙骗的人回到过去看到真相 的确会感到很惊讶的 有人问 未来手机汽车会怎么发展的 国分林回答 手机依然存在 会变成2毫米厚的卡片 就像现在的信用卡一样 可以飞行的汽车很快就会出现 但只会应用在消防急救这些领域 并没有民用化 还有人问国分林 有什么可以劝告现在年轻人的 他说 要做好各种病毒的防护 2058年的时候 有很多老年人很后悔自己年轻的时候 没有把这当回事 有网友有些担心 国分林的剧透 会不会影响历史本来的发展 国分林翻牌了这个问题 他说 历史似乎有某种自禁功能 能矫正这类影响 所以即便未来人疯狂剧透 也不会影响最终的结果 于是有约爱风爱好者问国分林 外星人或者外星生命在2058年被证实了吗 国分林说 太阳系里面就有外星人 他们是在木星或者土星的卫星上 之所以不能回答太具体 是因为这是不远的未来 也就是说过不了多久 地球上的我们就会知道 在木星土星或者他们的卫星上 有着我们苦苦寻找了多年的外星文明 针对太空探索有人问我们能为外星移民做点什么 国分林说 在2024年有一位美国商人把大量虚拟货币 从地球转移到了火星探测器上 未来转移地球财产建立太空人类财富规划 这才是太空殖民的关键 所以说国分林说的这个美国商人指的是马斯克吗 毕竟现在全球商人里面也就只有马斯克最热忠于探索宇宙了 接下来这个语言我很爱听 有人问2058年的时候世界上哪个国家经济影响最大 国分林说 如果只看GDP的话中国是第一 二到五名分别是美国印度德国和日本 但看增长速度的话印度是增长率最高的 对了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有人问继油管和TikTok之后 全球下一个大热的视频平台是哪个 国分林说是中国的一个中长视频平台 他说这个平台虽然现在还不知外语 但很快就会取代油管 继承它的大部分用户 至于油管本身则会因为美国的干预 用更严格的广告法规 这个导致油管视频内容变得非常有限 说这么多 这个国分林到底是何许人也 他自称自己出生于2034年 在2019年刚刚出现在推特上的时候 他是这样介绍自己的 我写推特是为了确认我从2058年 来到2019年的旅行痕迹 我计划从2019年12月8日到2020年9月29日期间 停留在这里 但2020年9月30日这天 国分林发布了一条推特说 妈的我回不去了 这太可怕了 一直到2021年的9月28日 国分林发布了最后一条告别动态之后 就再也没有发布过任何信息了 国分林人虽然消失了 但他的知名度却在持续上升 最近有很多人甚至称他为史上最真实的未来人 却他说的这些预言全都在慢慢发生 但是实际上 国分林比较神的预言都是可操作性比较大的 或者是可预测性的 比如安倍晋三 早在2007年他就因为身体原因辞职过一次 国分林预测他再次辞职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 除此之外 国分林的预言错误还有很多 比如有一个地震预言 就在今年1月10号已经证尾了 2021年8月推特上有人问国分林 在你知道的未来富士山有没有喷发 南海海巢大地震发生了吗 国分林回答说 富士山爆发和南海海巢地震 在他生活的年代之前都没有发生 但是在2024年的1月10号 日本的北海道石胜近海地区 会发生范围很大的地震 震级达到李氏8.2级 还伴随着3到5米高的海啸 现在1月10号已经过去了 这一天石胜近海地区风平浪静 既没有地震也没有海啸 这是国分林出现以来的第一次预言失败 还有一个更可疑的 国分林曾经主动预言安倍辞职 连具体时间都说了 但他被刺杀这么大的事竟然只字为题 既然不担心历史被影响 那为什么都已经提到了安倍 却不提这个最劲爆的消息呢 还有2021年国分林还说后来福岛的拆除成果 号称世界上最安全的核电退役技术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不好称全世界最危险的退役都算客气了 最安全肯定和他不搭边的 所以国分林很大可能只是一个故弄玄虚的网友 他之所以选择推特这个平台 是因为推特有个特别的极致 特别适合伪装成预演家、未来人 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未来人都是在推特出现的原因 在推特发帖 你可以写完之后把它隐藏起来 过段时间再把它公开 它显示的时间会是你隐藏的时间 而不是公开的时间 举个例子 我现在编写100条推特内容 预测中国代表队在2024年奥运会上会得到的金牌数 从1到100全预测一遍 然后全部隐藏 等到今年奥运会结束的时候 假设我们得了99块 我就把今天写的99块那条公开 在推特上看 就成了我在今天准确预测了半年后的事情 郭芬林关于东京奥运会开幕的时间 日本金牌数和安倍辞职的月份 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实现 还有郭芬林在写未来的预言的时候 私信非常明显 比如他竟然大言不惨地说 小日子在2045年成为了常任理事国 这基本就是躺在家里白日做梦 在他的预言里 已经成了常任理事国的小日子 军事力量竟然还是自卫队 这就说明小日子二战战败国的地位并没有变化 那他绝不可能成为常任理事国 再加上郭芬林各种预测都不盼着我们和罗斯好 不是国土纷争就是内部动乱 这很明显就是当代中二日本人的普遍期望 所以这个所谓预言最准的郭芬林 大概就是伪装成未来人的平成四宅 配音波流量满足下收关注度吧 退一万步说 就算将来时间机器成真 有未来人回到现在剧透 那我们也不能因为他说对了一些事情 就默认他后面说的也都是对的 尤其是非自然灾害里的预言 毕竟他是什么动机会不会说谎 是救人还是害人 我们都不得而知 好了 被大家催更了很久的郭芬林未来事件 今天就说到这了 大家觉得郭芬林是真的未来人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